到D-Li開始呢 我講回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感覺 我第一次見到你當然就是Beyond 我想那時候是1988年 我有沒有錯 其實Beyond是1983年正所知還是怎樣 83年組成 83年組成之後 到一直 我是83年尾 84年入隊 到Paul85年入隊之後 成了你認識的Beyond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Beyond的歌 就是 那個應該是叫做《蜥蜜舞曲》 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心機聽蜥蜜舞曲的時候 我真的嘩一聲出來 這個我不需要說謊 我就說為何會有一隊樂隊 是做這樣的音樂 當時我一直都記住這隊樂隊 因為我自己在《生日譜》的時候 我簽了《泰極》 《泰極》不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我們來說 有很多問題出現 所以我自己對再簽Beyond 我是沒有信心的 但是很巧 就是 Leslie 你當時是經理人 她就走來找我 敲我的門 她就說 你有沒有興趣簽 我說我對樂隊真的很害怕 不過這個樂隊 我還是有一點興趣 我說 但是音樂 是不是也會自己翻圈一點 她很主動 她翌日給我電話 她說 小波 你開個條件過來 你不要太過手緊都可以 我們願意簽 還有 我勸念她們剪頭髮 當年88年 當時 簽給新藝寶 其實是我們 最後一首唱片 那時候對我們來說是 如果再不行 就不能做 經理人 這個對我來說是新聞 我不知道我原來那時候 這麼重要 真的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聽過 然後就很擔心 不是擔心 就是盡量去做好她 很努力地去做 其實也不是說 如果真的沒了唱片 就會死 最多做回自己 應該找一份工 但是那一刻 期望很大 有可能真的不做音樂 可能會是 那時候我們回到樂器 計算一下樂器 可以賣多少錢 這麼慘 一直想著 如果不成功的話 就會這樣 但是 幸好得到你幫忙 幫助 去到那個位置 我們就 真是 爛過了那個步 可以說